欢迎收听新视角听新闻,我是清宇 华尔街日报美东时间9月24日早上10点多报道 据熟悉此事的人士说 美国司法部已经跟华为财务总监孟晚舟达成协议 允许她返回中国 这意味着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拘禁近三年后 不用引渡到美国接受审讯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 2018年12月在温哥华国际机场被捕 美国对她发出逮捕令 指控她在华为与伊朗有关的业务方面 向汇丰银行提供了具有误导性的信息 与美国有引渡条约的加拿大 应美方要求逮捕了孟晚舟 华日报道说 消息人士透露 协议预计将于9月24日在法庭上签署 将要求孟晚舟承认一些错误行为 以换取检察官推迟并随后撤销对她的电信和银行欺诈指控 孟晚舟定于9月24日下午 通过视频出席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院的程序 路透社最早援引消息人士的说法 报道了这一消息 路透社报道说 根据暂缓起诉协议 美国政府同意在一段时间内不起诉被告 如果被告符合特定条件 则完全撤销案件 华为和司法部的代表拒绝发表评论 加拿大媒体CBC报道 消息人士称 如果纽约法院接受该协议 加拿大检察官将于9月24日在温哥华法院出庭 以暂停对孟晚舟的引渡程序 最早在今天孟晚舟就可以免于软禁 华日报道说 随着美中关系的恶化 特别是在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 9月宣布努力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 以对抗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之后 9月24日 预期释放孟晚舟的交易解决了美中之间的一个紧张根源 大纪元记者联系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询问 解稿前没有回复 加拿大CBC电视台9月24日也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 如果纽约法院接受协议 加拿大皇家律师将于9月24日在温哥华法院出庭 终止对孟晚舟的引渡程序 孟晚舟最早可能在9月24日当天就能解除软禁 加拿大环球邮报9月24日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 孟晚舟与美国司法部的认罪协议 不涉及两名被中共囚禁的加拿大人康明凯和斯帕弗 消息人士说 任何有关释放这两名加拿大人的讨论 都会涉及中共政府 中共政府要求允许孟晚舟回国 即使孟晚舟被允许离开加拿大 作为美国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两名加拿大人也不太可能立即获释 在孟晚舟被捕后 北京拘捕了两名加拿大人康明凯和斯帕弗 并在8月将斯帕弗判处11年徒刑 此举普遍被认为是报复加拿大 帮助美国逮捕孟晚舟 环球邮报报导说 加拿大驻华大使多米尼·克巴顿 4月初在华盛顿待了3周 与拜登政府的高级官员举行会谈 旨在处近北京释放两名加拿大人 巴顿会见了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 以及司法部、国务院、国防部、财政部和商务部的官员 他还与中共驻美国大使崔天凯举行了会谈 环球邮报9月17日最早披露 美国司法部就孟晚舟认罪协议恢复谈判 报导援引加拿大消息人士的话说 美国司法部就一项暂缓起诉协议 恢复了与中国、华为公司及其律师的谈判 这项协议将允许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返回中国 消息人士表示 如果孟晚舟承认有罪并支付巨额罚款 美国准备终止引渡要求 以及针对她的刑事起诉程序 其中两位消息人士表示 双方的会谈实际上已经进行了几个星期 孟晚舟一直坚称无罪 在对引渡要求进行抗辩期间 她获得保释 在自己位于温哥华的豪宅接受监视居住 她的引渡案件的司法听证在8月结束 裁决日期定在10月21日 《环球邮报》报道说 华为与美国的会谈 没有包括两名加拿大人的问题 本文由大纪元记者林燕综合报道 本次的新视角听新闻就到这里 请记得订阅、点赞 本节目粤语版部分内容 已加入大纪元的Patreon 也请大家多多支持 《环球邮报道》 该议民进行 Copyright成全 created by dev Strand